最近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火了起来 除了柳涛夫妇 收获最多的就是这对清晨CP 看亲子和金凌晨 据微博上网友爆料 节目组本来没有准备请两人上节目 因为名气实在太低 不过后来发现有爆点 结果节目效果还挺不错 清晨CP才得益于此 节目中也有网友感觉 看亲子太多了 无时不刻地在闹 不过更多的网友觉得 两人这样的恋情才更接地气 羡慕其撒狗粮 也许这才是节目组所要的效果 清晨CP逐渐也开始在各大平台 渐渐占据热搜地位 很多人莫名其妙 看亲子怎么就莫名其妙地红了 其实看亲子出道还算不错的 出道就参演了《新红楼梦》 这部《新红楼梦》 当时赵丽颖也有出演哦 不过当时两人都是丫鬟身份 随后赵丽颖和看亲子 都同时又在 新环珠格格饰演格格 看亲子饰演新荣格格 也由此渐渐走入大众饰演 在近期亲爱的客栈中 王柯柳涛这俩夫妻 继续日常秀恩爱 不过过程中 除了点小bug 王柯在花海中为柳涛拍照 结果拍出来的照片 每一张都能看 但花都挡住脸了 还不如节目摄影师 随便一拍的效果 给妻子看照片时 王柯还调侃 巧克力拍的水灵小姑娘式的 这也是实力诠释 技术不够 请话来凑了